午安 您好 我是陳麗婷 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台灣還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各地水氣比較少 而大環境上呢 是吹偏東風到東南風 因此在迎風面的花東地區 還有東南部的恆春半島 都會有一些零星的陣雨出現 那麼其他地區大多是晴道多雲的天氣形態 不過在西半部到了午後呢 山區依舊也會有一些零星的雨勢出現 那麼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這段時間 就已經會開始受到東北風的影響了 所以迎風面的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北部的宜蘭 就會陸陸續續有降雨的狀況發生 那麼今天各地的溫度上還是溫暖偏熱的 白天高溫各地平均是落在33到35度中間 那麼其中在雙北地區 嘉義還有台東呢 則有可能會來到36度以上的高溫 至於清晨夜間的各地低溫 則是落在25到27度中間 可以看到呢 日夜溫差依舊是偏大 請大家要注意溫度上的變化了 那麼像這樣子暖熱的天氣形態 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 因為明天開始東北風就會報到 除了會帶來水氣之外呢 溫度也會開始下降 尤其在迎風面的北部東半部地區 感受上是特別明顯 像明天北部高溫可能會跌到25 26度左右 東半部呢則是可以跌到27 28度 整體感受都是比較溼涼的 降雨狀況則是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整天都會有局部的短暫雨勢出現 尤其在大台北的山區 宜蘭還有基隆北海岸可能還會有較大雨勢發生 中南部呢影響較少 各地大多還是多雲稻晴的天氣形態 午後會有一些雷雨出現 那麼這樣子的天氣呢 則是會從禮拜四一路延續到禮拜天 北部東部整體呈現比較溼涼 至於中南部地區呢 則是在午後會有雷雨 各地上還是表現比較溫暖舒適的 接著我們通過圖卡一塊來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29到33度 台北新北30到35度 桃園29到34度 新竹苗栗28到33度之間 各地上半天也都是情道多雲 中部地區台中30到33度 彰化29到33度 南投30到33度 雲林29到33度 嘉義最高溫也是來到33度 南部地區台南30到32度 高雄31到32度 屏東30到34度 上半天是情道多雲 下半天可能會有一些零星的雨勢 東部地區宜蘭28到32度 花蓮28到31度 台東28到31度 外島地區連張26到31度 金門28到33度 澎湖28到31度 大多也是多雲道晴的好天氣 最後小弟您再次提醒大家了 今天也還是好天氣 不過午後呢 在中南部的山區 可能會有一些零星的雨勢出現 那麼特別要提醒大家 就是明天開始 北部跟東半部會明顯變天了 溫度會降之外呢 也會下雨 外出就要記得攜帶雨至冷 以上是問您真理的天啟資訊 準備好了心算 準備好看 Testing